AI 突破性的發展,究竟是獲是福? Ian Marsh-Marsichk 早前曾警告, 叫美國停止進一步開發 AI 為十分危險它是基於什麼動機。 Ian Marsh-Marsichk 對人工智能AI 的警告源於他對 AI 潛在風險的深刻關注。 他認為,AI 的快速發展可能帶來不可預測和危險的後果。 如果AI 系統變得過於強大,甚至超越人類的控制, 可能會對人類文明構成威脅。 Marsichk 的動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 長期風險考慮。 Marsichk 擔心的是超人工智能一種可能擁有超過人類智慧和能力的AI 系統。 如果這種AI被開發出來,並且沒有適當的安全機制, 可能會出現意料之外的後果,甚至可能對人類生存構成威脅。 Marsichk 擔心細一旦變得自我進化、自我優化, 可能會以不可控制的方式運行,從而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2. 預防性措施。 Marsichk 認為,現階段的細開發應該謹慎進行, 並且要強調安全和倫理的考慮。 他曾提到開發AI就像召喚惡魔, 意味著這個技術一旦失控,後果可能難以挽回。 他提倡設立全球性的AI監管機構, 以確保AI的開發事在有安全保障的條件下進行。 3. 促進責任技術開發。 雖然Marsichk對AI的潛在風險提出了嚴重警告, 但他並不完全反對AI技術的發展。 他認為,AI的開發應該以安全和責任為基礎。 他參與創立的OpenAI就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只在確保AI的開發對整個人類社會有益, 而不是引發災難。 4.個人經歷與背景。 Marsichk本身是科技企業家,對前沿科技有深刻理解。 他的共識,如Tesla和SpaceX,已經展示了他對技術創新的深刻動建。 然而,正因為他對科技的影響力和潛力有深刻了解。 他對AI的快速無序發展,可能帶來的風險特別敏感。 因此,他發出的警告,可以看作是, 基於他對技術影響力的深刻認識和他對人類未來的關心。 總結。 Marsichk對AI的警告,主要是基於他對AI潛在風險的擔憂。 特別是,超人工智能可能對人類構成的威脅。 他的動機並非反對技術發展。 而是希望能在發展過程中更謹慎、更負責地進行。 以確保篩對人類社會的長遠利益。 AI在什麼情況下能變得自我進化、自我優化、 AI變得自我進化和自我優化的情況。 通常涉及到一些高度先進的技術和算法。 這些技術可能會讓AI系統自主學習和改進自身能力。 以下是一些情況和技術背景。 1. 自我改進算法。 某些AI系統可以使用自我改進算法。 如遺傳算法或進化算法 Evolutionary Algorithms。 這些算法模仿自然選擇的過程。 允許系統自動生成和評估新版本的自身模型。 從中選擇性能最好的版本進行進一步優化。 隨著多次跌代。 AI可能變得比最初設計時更強大、更高效。 2. 深度強化學習。 深度強化學習。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一種技術。 AI可以通過不斷試驗和錯誤、學習、最佳行動策略。 當這種技術與自我改進算法結合時。 AI系統可以通過自我挑戰來提高自己的技能。 甚至在超越人類設計者的理解範疇內找到新策略。 3. 生成對抗網絡。Dance。 生成對抗網絡。Dance 是一種由兩個神經網絡組成的系統。 1. 生成網絡。Generator。 1. 判別網絡。Discriminator。 生成網絡嘗試創造逼真的數據。 判別網絡則評估者設數據的真實性。 兩者互相競爭和學習。 最終生成的數據可能會變得極其逼真和難以識別。 這種技術展示了AI系統可以在沒有外部指導的情況下自我改進的潛力。 4. 自適應系統。 自適應系統Daptive Systems能夠根據環境變化自我調整。 例如,某些AI系統可以通過不斷獲取和分析新數據, 自主調整其模型參數。 以提高預測或決策的準確性, 這類系統載具備足夠的資源和計算能力的情況下, 可能會逐漸變得比最初設計時更加靈活和高效。 5. 大規模數據和計算資源。 自我進化和自我優化的AI系統需要大量數據和強大的計算資源來進行不斷的訓練和替代, 在擁有這些資源的情況下, AI可能會通過探索和發現新模式和結構來進一步提高性能。 6. 開放式目標設置。 如果AI系統被賦予開放式目標, 例如最大化某一指標, 而該目標可以通過不同的策略和技術達成, AI可能會嘗試探索新的途徑來實現該目標, 甚至通過自我修改來提高達成目標的效率、風險與挑戰。 這類AI系統的潛在風險在於, 當AI變得過於強大或複雜, 超出了人類的理解或控制範圍, 可能會產生異想不倒的行為或後果。 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專家包括Elon Musk和Steven Hawking呼籲對AI技術的開發, 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和倫理考量。 總結,AI要變得自我進化、自我優化, 必須具備先進的算法和強大的計算資源, 但最重要的是在設計這些系統時要有清晰的安全措施和倫理監管, 避免浪系統發展出超出人類控制的能力。 1. 自我改進算法。 2. 深度強化學習和3. 自適應系統。 現時AI不是已具備此種能力嗎? 自我改進算法。 深度強化學習和自適應系統確實已經在現代AI中得到了應用。 這些技術使得AI能夠在特定領魂中自我學習和改進, 但它們的能力仍然有限, 並且在實際應用中有一定的範疇限制。 以下是這些技術的現狀和應用情況。 1. 自我改進算法。 現代AI確實使用自我改進的算法。 例如遺傳算法和進化算法。 這些技術通常應用於優化問題或創建能夠自我改進的模型。 例如,在設計更高效的機器學習模型或尋找最佳解決方案時。 這些算法可以通過模擬進化過程, 生成和選擇更優的模型或解決方案。 然而,這些自我改進的過程仍然受到初始設計參數和目標的限制, 並不具有完全自主的能力。 2. 深度強化學習。 深度強化學習是一種強大的技術, 已經被應用在遊戲、機器人控制、自動駕駛等領魂。 這些系統可以通過不斷的試錯和回饋來學習如何在複雜環境中做出最佳決策。 例如,AlphaGo利用深度強化學習擊敗了世界頂級為其選手。 然而,這些系統仍然需要大量的訓練數據和計算資源, 並且其學習過程通常是針對特定任務設計的, 無法在完全不同的任務中自我適應。 3. 自適應系統。 自適應系統已經在某社AI形容中得到實現。 例如,在個性化推薦系統中, AI可以根據用戶的行為不斷調整推薦內容, 以提供更準確的建議。 這類系統可以根據環境變化進行調整, 具備一定的靈活性。 然而,他們的自適應能力通常受到設計者設定的範圍和規則的約束, 不具備完全自主的學習和進化能力、限制與挑戰。 雖然現代篩具備自我學習和改進的能力, 但這寫能力主要限於特定任務和應用範圍。 AI 的自我改進和自適應能力是基於人類設計的算法和結構, 並且仍然需要大量的人類監督和調整。 AI 系統通常缺乏跨靈魂自我學習和創新能力, 也不能完全自主地發展出新的技能或知識。 此外, 此些技術完全在以下限制、數據依賴性。 深度學習和強化學習需要大量高質量的數據來訓練模型。 並且訓練過程好時且計算資源密集。 可解釋性問題,去多先進的系模型例如深度神經網絡是一個黑箱。 人類難以理解其內部運作, 且對於安全性和倫理監管提出了挑戰、目標限定。 目前的AI 系統主要是針對特定的目標或任務設計的, 難以再多樣化或未定義的環境中表現出色。 總結, 現代Size確實已經具備一定的自我改進、自我學習和自適應能力。 但這些能力在範圍和應用上仍然有限, 要使AI達到完全自我進化、自我優化的程度, 仍需要進一步的技術突破和創新。 此外, 這種能力的發展必須伴隨著嚴格的監管和安全措施, 以防止潛在的風險和不良後果。 目前雖然能做到大區無數據和計算資源和開放式目標設置嗎? 大區無數據和計算資源和開放式目標設置。 目前的AI確實在這些方面有一定的能力, 但仍存在一些限制。 以下是這兩點的詳細解釋以及PI在這些領活的現狀。 五、大區無數據和計算資源。 現狀、大區無數據處理。 現代CI系統已經可以處理和分析海量數據。 深度學習模型,如GPT、BEC等, 到時基於大量數據進行訓練的。 這些模型可以從大量的文字。 圖像、音頻等數據中學習到豐富的知識和模式。 計算資源、雲計算和專用AI硬件。 如GPU、TPU使得AI能夠處理大區無數據和執行複雜的計算任務。 例如,Google的AlphaGo和OpenAI的GPT三等模型都依賴於強大的計算資源來進行訓練。 限制,雖然CI能夠處理大量數據並進行計算, 但這些資源通常是集中於大公司或研究機構。 普通用戶或小型企業很難獲得同等規模的資源。 大區無數據的質量和多樣性也會影響細模型的性能。 如果數據不夠多樣化或存在偏見, AI的學習效果可能會受限。 6.開放式目標設置現狀。 篩載某些情況下可以設置較為開放的目標, 特別是在強化學習領運。 強化學習系統經常使用開放式目標。 如最大化獎勵, 這允許AI系統在不同的情況下探索最佳策略。 AI可以在特定任務內探索多種解決方案, 並通過學習來找到最優的策略。 例如,自動駕駛系統可以在不同的道路和天氣條件下, 學習如何安全駕駛。 限制,開放式目標設置的AI系統, 仍然受到設計者設定的桿架和約束。 這意味著AI系統在探索和學習時, 仍然需要在某些預定的範圍內進行, 不能完全脫離人類的設計和控制。 在完全開放和未定義的情境中, AI 的表現可能會不穩定或無效。 AI 需要明確的目標和環境信息來有效運作。 缺乏這些信息可能導致AI 做出不可預測的行為。 總結,目前的AI已經具備處理大區無數據和運用強大計算資源的能力, 並且可以在某些情境下設置較為開放的目標進行自我學習和探索。 然而,這寫能力依然有其局限性,特別視在資源獲取。 目標設置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方面, 要使AI 完全自主進化和優化。 還須要在這些領會進行進一步的技術突破和發展。 換句話說, Elon Musk 的憂慮不無道理。 AI 超越人類是否更在持車。 Elon Musk 的憂慮確實有其道理。 他擔心晒的快速發展可能會帶來潛在的風險。 特別是在晒超越人類控制能力的情況下。 雖然現代CI 仍然受到許多限制, 但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 這些限制可能會逐漸縮少。 AI 技術如果不加以適當監管和控制, 確實有可能帶來危險。 AI 超越人類的風險。 自主決策, 隨著AI 變得越來越複雜和自我改進, 它可能會在某些領魂擁有超越人類的決策能力。 如果這些決策過程不透明或難以控制, 可能會引發不可預測的後果。 技術失控, 自我學習和自我改進的AI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做出超出設計者預期的行為。 如果這些行為與人類的利益不符, 可能會帶來風險、經濟與社會影響。 AI 可能會取代大量工作崗位, 導致社會不穩定。 此外,如果AI 被用於軍事、金融等關鍵領魂, 可能會引發全球性的危機。 AI 超越人類的風險, 是否更在遲赤? 雖然目前, 西環未完全具備超越人類的能力。 但技術進步的速度非常快。 AI 的潛在風險已經引起了全球範圍內的關注。 許多專家和領導人, 包括Elon Musk, 都在呼籲對AI技術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和倫理審查、監管與控制的重要性。 為了防止AI失控並保護人類的利益。 對AI技術進行適當的監管和控制是必須的。 這包括制定國際標準和法律, 確保AI技術的透明度和可控性。 以及推動AI倫理的研究和實踐。 總的來說, AI 的進步帶來了許多機遇, 但也伴隨著重大風險。 Elon Musk 的憂慮提醒我們, 應該謹慎對待AI技術的發展, 並及早取措施以確保這些技術能夠被安全和負責任地使用。 一件事物的初衷, 本事出於善意, 如火藥和手槍的發明。 可惜最終淪為傷害人類的工具, AI 亦然, 許多技術的發明, 最初都示出於善意或促進人類複製的初衷,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些技術有時會被用來做出違背初衷的事情。 火藥和手槍的發明便是典型的例子。 最初可能是為了保護或改善生活。 最終卻被用作武器, 造成了無數的傷害, AI 的善意與風險。 AI 技術的初衷, 大多是為了提升效率, 解決複雜問題, 改善人類生活。 然而,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應用的廣泛化, 也出現了一些潛在的風險和道德挑戰。 AI 的傷人兼, AI 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疾病, 改善交通, 提升教育, 但同樣也可能被用於監控。 軍事武器、 自動化武器系統等令運, 帶來巨大的危險。 倫理與控制問題, 當AI變得越來越強大時, 我們必須面對如何控制和限制它的使用, 就像火藥和槍下一樣。 AI 的使用需要有明確的倫理框架和法律規範, 以防只被濫用技術與人性, 技術本身是中立的, 關鍵在於如何使用它。 AI 的未來, 取決於我們如何引導它的發展方向, 確保它能夠造福人類, 而不是成為潛在的威脅。 預防措施與責任, 在AI 的發展過程中, 制定合理的監管政策, 推動AI倫理研究以及增強公眾意識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措施可以幫助我們最大限度地發揮浪的潛力, 同時減少可能的風險。 總之, AI 如同其他強大的技術一樣, 具有雙重性質。 我們需要謹慎地管理和引導它的發展, 確保它能夠再造福社會的同時, 避免成為傷害的工具。 你的意擔憂提醒我們, 科技的進步永。 遠是一面傷人劍。 好了, 這條片到此為止, 下星期再見。 感謝你觀看此影片, 如喜歡此影片, 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 謝謝你。